9月1号开始,路口交通大执法正式启动 现场徐中卫特别在东华市小门口向学童宣导路口安全 也呼吁七机车驾驶人要礼让行人 而行人要走人行道,把交通事故比率降到最低 9月1号开始,路口交通大执法正式启动 现在徐中卫与东华大学附设选小学的学童们 共同在华林寺府前路口呼口号宣导路口安全 徐中卫表示,9月1号开始,全国同步路口大执法正式启动 期望唤起路人的交通意识,七机车在路口里让行人 行人穿越马路道,请务必走人行道 落实被现代人被遗忘的国民生活教育 因为9月1号全台这个路口交通大执法 所以也是希望在让我们所有的用路人、行人能够安全 而我们七机车能够里让行人 其实这个在我们的国民生活教育里面 其实就已经根深蒂固 但是因为现在啊,这个有时候大家会忘记 所以希望在9月1号全国同步施行的时候 我们重唤起第一个,七机车领让行人 而行人在跨越马路的时候,穿越马路也要走人行道 希望大家这个重复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意识 大家互相的礼让尊重,让我们的造势率以及承载率减到最低 希望照顾到以及关怀到我们用路人以及行车的安全 根据华丽县局统计,华丽地区七机车路口违规率高达35.71% 行人违规穿越路口比例则为18.58,都高于全国平均一倍以上 尤其今年行人交通意外,受伤人数已经达794人 比去年全年的262人增加到两倍以上 记得终于华丝华丝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